好,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我是蒋师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会为大家讲的是这一节课程 如何批量去采集,或者是说模仿我们竞争对手的创意 这个的话就是为了解决大家在工作中不知道怎么去写这个创意 也不会去学习别人 那么我看到了有一些学习的方式,让我真的很吃惊 因为它们是从它的广告中去复制 我们可以先来大概看一下它们使用的一个办法 好,w.bd.cm 好,我们在这一块输入一个ACM培训 或者是ACM净价 搜索ACM净价,它是怎么弄,这个是不是不能复制,对吧 然后它从这一头去复制 这一头去复制 可不可以呢?可以的,其实也是 只是说这个办法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工作里加C复制 然后在桌面上先借一个TXT文本 或者是Excel文本在这个位置 然后把我们刚才所采集的,所复制的内容 粘贴到这个位置 往下拉 我们只要什么?只要文本 OK,这样的话是不是呢? 是,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好,那么我们今天再来教大家 通过这个办法以外,还有什么办法 我们把PPT放大 看到了吗?叫open2.bd.com 这个地址的话是在哪里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后台 OK,现在的话是正在打开 这个叫百度的商业服务市场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登录我们自己的推广账号 在后台上面 好,选择登录 选择登录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C7 3U 好,我们登录一下 好,这一块的话 有可能输入需要手机号码来去验证 然后点击验证 好,在工具中心 在工具中心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输入什么? 创意 因为我们要找创意 要去写创意 那么在这个位置输入创意 我们即可找到相关的工具 点击搜索 点击搜索 看到了吗? 有这些工具 这些工具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去采集到我们想要的一些创接词呢? 采集不到创接词 但是可以采集到我们的这个创意 有多不多? 你看一下 有这些 创意宝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我们看一下 点击任意的一个点击立即授权 我们点第一个 或者是点这个 但不过现在的话 有一些工具的话是已经被下线 没有进行更新 这个的话是已经授权的品种互动的软件 这个的话是系统出现在维护中 也就是说是不让使用的了 再去找 创意 然后找到在创意宝 或者是创意库 创意对比 创意精灵 我们点击这个 点击立即使用 如果没有立即授权 那么这块它点击的是一个出现授权的一个 你看 这块是我们账户里面的关键词 选择第一个找到关键词 我看一下有没有关键词 这些就是关键词 或者是手动输入关键词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的话最多可以输入20个关键词 推广的地域我们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 内蒙古 选择广西 选择上海 我们的产品在上海 那么我们想看上海 我们竞争对手的这个创意是怎么写的 那么我就选择上海 对吧 选择在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获取创意 这样的话就正在匹配优秀的创意 那么请稍等 这个有时候速度比较慢 是因为我们在选择关键词的时候 关键词的数字数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有时候会出现卡顿 你看 看到了吗 有很多的创意 我们点击编辑 那么我们的创意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通过复制 或者是直接点击编辑 完成之后点击保存 保存的话 这个创意的话就已经保存到我们的网站上了 大部分要进行一些修改 你看要不来的话 你看这些广告的话就变成了别人的了 你看 全国顶级的什么什么 这些就变成别人的说要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其他的我就不去一一的去讲了 短创意这一块的话是波亚利方产的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移动搜索推广的一个产品的使用 产品的使用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工具是什么 第二个工具就是说可以通过在百度推广实况中去找到 那么推广实况中去找到的这个关键词 匹配的这个创意的话是不能去复制的 好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复制 在这个位置进入到搜索推广 然后在底部有一个推广实况 好我们刷新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所操作过其他账户 好正在读取数据中 好点击再次进入搜索推广 如果实在不行重新登录 好点击进入 有时候比较慢啊 有时候比较慢 好如果特别慢的话我们画一个其他的浏览器 OK 还是在进入到这个位置 好现在的话已经进入点击搜索推广 或者是推广管理在底部 底部我们看到有一个工具的右侧 有一个推广实况 推广实况在这个位置输入SEM 那么可以查看推广实况 因为我们这个账户的话是一个虚拟的账户 是没有上限的 假设你这个账户的话是缴费的 审核通过的交微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我们还是来切换另外一个账户 好六邦AF 现在的话登录 点击进入搜索推广 然后进入推广管理 有可能不进入推广管理 在别结管理的底部也可以看到推广实况 在这个位置输入SEM培训 我们看一下 或者是搜索 你想搜索的 那么这个账户的话是没有生效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看不到 看的话我们可以去复制这个挂接词 其实是可以复制的 在右侧的话是手机端的 看到吗 在左侧的话是PC端的 那么它这一块它有一个写示 它有个写示 写示的是什么呢 这一块你看是手机对不对 这一块是PC的 PC的 这个比较简单啊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 在打开PPT 还有一个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就更加的方便了 直接采集我们竞争对手的创意 这个的话更牛逼 更牛逼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 这个工具的话我放在资料里面 记住我们在使用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选择启用红 这一块就是选择启用红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WPS WPS WPS的话那需要红参戒 红参戒在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通过百度来去找到 或者是我们直接在我们相关的资料板块 我会上传进去 在这个位置选择 WPS 红参戒 红 OK 看到了吗 第一个是什么呢 VBI的不是 个人版的 你看红参戒下载 像这些不是很好下载啊 不太介意你们在这上面去下载 你看 红参戒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找 那么我这边的话找到之后上传 我这边有的 我就我这边没有使用WPS的这个工具 使用红 然后重新安装 重新启动 WPS安装之后 你就直接点击启用就可以了 那么我这边红参戒是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 在这个位置 找到一个 好 我这里面有一个红参戒 对 就是这个 就这个决心挂戒词自动分子的这个红参戒 它只是红参戒应该没有命名而已 红命令 那么我们会 我会把它上传到我们的相挂的位置上面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是已经 有的我们选择清空 清空的话就是在这些列 绝不清空 我们在这个位置输入 或者是去搜索火锅加盟 我们搜索一下 然后再往下搜索什么 火锅店 加盟 然后什么 火锅 加盟 我们点击搜索 好 点击数据采集 点击数据采集 看到了吗 这个的话是左侧的红这个出现的问题 所以他就在右侧这一块 他就出现了 这些就是他采集了多少 那么现在的话还没有采集完成 这个是采集后 这个是这个红也是被人家改过了 所以我们只能看这个位置的 只能看这个位置的 我们先把这会关闭 我们把这一块去掉 清空数据 再画一个SEM5这个关节词 SEM培训 进教学习 然后选择采集 之前都是在左侧都有的 现在的话左侧已经没有了吗 有的关节词的话 左侧是不好采集的 你看这个就是已经采集了 我们可以算一下 这里有采集了多少个关节词呢 这里一直采集到 4 然后这里的话才解掉2 总共有123 33的9 11个 就是相当于是11条竞争对手的创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右侧 去掉后面的这些 这里有多少个呢 1234 有8个 3824 加起来是35条 而且这些创意的话 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都有存在一个差异性 是不是就比较适合我们找到比较优秀的创意 就OK了 这些创意的话是完全可以去复制的 空随加C复制 复制的话 粘贴到这个位置 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选择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块拉大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采集的创意了 看到吗 这些创意的话 你看18天什么什么 跟我们在去页面端去搜索的那个是一样的 我们在百度里面 现在来去实际的去搜索一下 搜索SEM 看到了吗 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的话 有一些的话还是有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搜索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排名马上不一样 所以这个采集的话 只能说是一个参考 对吧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一块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继续讲解 好 本次课程就到此结束 在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讲 更加深入的工具 或者是说一些技巧 好 感谢学习 下一节课程 再见 拜拜